好 来看到台风重创南台湾 造成了湿木鱼养殖 鱼温大量的流失 损失相当的惨重 没想到灾后几天 什么桃园 台东到嘉义 都有很多的渔缸里面 一大堆的湿木鱼就浮了上来 钓客随便钓 轻轻松松一天四五十日没问题 推测是南部流失的湿木鱼群 现在全台湾到处留 才刚钓起一只湿木鱼 又来一只 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 大家抢着钓鱼 提防边人挤的满满满 真的是大风收 而且钓起的全都是肥嫩嫩的湿木鱼 让钓客们笑得何不拢嘴 在地上几乎每个人都钓四五桶 钓多久钓这么多 半年轻 半年轻钓这么多 半年轻就三十几岁 钓客们推测应该是这次风灾 让南部渔温流失大量湿木鱼 鱼群就随着海流往北游 这几天游到了主位渔港 才会随便钓都是湿木鱼 以前我们这些鱼有这些三百鱼 已经舊 南部渔渔温损失惨重 也意外在北部出现了这个湿木鱼 大丰收的特殊现象 中文新闻简正峰桃园采访报道 本人考虑 正 Origin